在中华武术流派中 以太极 行义 八卦 三大拳种为主的内加拳法曾盛传于世 三大内加拳法之一八卦掌 从清代咸丰年间创权 历经近二百年的传承 时至今日 八卦掌不仅在国内影响巨大 同时也广泛传播到了世界各地 八卦掌是怎样形成的 历史上他又给我们留下了哪些故事呢 这个紫禁城啊已经有六百年的历史了 是明清两大王朝的工程 在这个三大殿后面的广场上啊 东西各有一门 东门啊是景运门 西门呢就是隆宗门 这个隆宗门啊 是内庭和外朝的重要通路 如果没有要事上奏 带旨或是等皇上召见的话啊 即使是王公大臣 也必须在门外止步 就在这个隆宗门的上面 这个匾额上啊 有一个钉子一样的东西 实际那是一个箭头 说这皇宫大内 怎么会有这种现象遗存的 这要从一百五十多年前 紫禁城发生了一次 重大历史事件说起 新嘉庆十八年 即公元一八一三年 为反抗亲王朝的统治 直立天理教与河南天理教 相约的事 趁嘉庆皇帝 木兰秋显之际 两百多名天理教徒 潜入京城 分两路攻入了入京城 一直攻打到龙宗门外 战斗整整持续了两天一夜 宫内数百名太监 拼此抵抗 才勉强保住了前清宫 未被攻占 这枚建筑就是那场战斗留下的佐证 为了警醒子孙后代 嘉庆皇帝命令将这枚建筑 永远留在龙宗门上 正是因为这次天理教大闹子进城 才造就了一位武林高手横空出世 这个人就是人称大清武林高手之一的八卦掌开山祖师 东海川 京南百里外的文安大洼中 散落着一些岛屿 每当旱季垫水退去 这些岛屿与陆地相连成为半岛 朱家雾村便是半岛上的一个小村落 东海川的少年时期就是在这里度过的 这就是东海川的老家 朱家雾村 大家问东海川的故居是不是在这里 是 有牌子 好 谢谢啊 就这里 来 是不是 就在这胡同里头 千古一人 上海川 万事流芳 得宗师 这就是董海川的故居 董海川小的时候和他的堂兄董献周关系特别好 董献周从大闹紫禁城侥幸逃脱之后 就回到了老家 隐姓埋名 这是董海川的后人们为他立的塑像 就来到开尔村投奔的是他堂兄董献周家 母亲去世以后 他的父亲又娶了一个妻子 他跟那个后娘上不来 正好海川这儿当时练武术 他也喜欢练武术 就一直跟堂兄在开尔练武术 董献周反清复明的思想 是董海川受到了影响 所以有人说董海川是受反清思想的影响 才走上江湖的 董海川原名董明奎 生于嘉庆二年 八卦掌创始人 董海川少年时期 秉姓刚语 极恶如仇 好为平落者打抱不平 到了青年时期 董海川为了席学武艺 开始行走江湖 云游四方 为了不给家乡族人招惹麻烦 改名海川 取海纳百川之意 令人奇怪的是 董海川虽然是赫赫有名的一代武林宗师 但是在正史上 却根本找不到他的名字 即使是败官野史 也很难发现关于他的生平记载 为此呢 我们来到了董海川的墓地 希望能从墓碑的记载上 找到究竟 这就是董海川先生的墓 他生前啊 给我们留下的历史资料很少 我们来看看这儿 这儿就是董海川先生的墓种 后边还有几通碑 我们过去看看 这几通碑啊 都是董海川的嫡穿弟子所立 明文上说呀 董海川是文安县诸家物人 少年的时候呢 就有狭义之气 随着年龄增长呢 他遍游各地 后来啊 遇到了一位道士 传授给他武功 等到了中年呢 遭受了攻刑 进到肃王府当差 等到老年之后呢 他就离开了肃王府 等去世以后啊 就埋在了这个京城的东芝门外 可是我们看这个上台文字啊 就有颇多的疑问 你比如说这个地方 说董海川啊 姓好田烈 日迟于茂林之间 群兽为之弊异 像这句话呢 就很经不起推敲 董海川的老家 位于挖地水乡 茂林群兽 从何而来呢 为了佐证 这段文字的真实性 我们又一次 来到了董海川的老家 文安 董海川的老家啊 就在水乡文安挖的那个西南边 这地方全都是芦苇 它没有森林 它也没有野兽 主要是盛产这个鱼鳖虾蟹 所以说是这个地方啊 只有鱼钓之俗 绝没有田猎之风 他应该是在 十六七十七八十就离开了 因为过去农村 如果二十岁左右 他就结婚了 肯定是 所以他就没有结婚 没有这个婚姻这一说 他应该是在结婚之前 大概十七八十六七十 就离开家乡 董海川浪迹天涯四十余年 究竟干了些什么 为何对自己的身世 避而不谈 讳莫如深呢 根据他后来的一些的蛛丝马界 我推测他就是 跟着这些反清组织 隐姓埋名 走上江湖道路 而且就连董海川的师父 也从不露真实姓名 这说明了什么呢 如果暴露了任何一点蛛丝马迹 都会引来杀身之祸 为什么他这些年隐藏得这么深 他跟洪秀全混在一起 洪秀全觉得 他这个武艺高强 准备派他到京城 去卧底刺杀这个咸丰皇帝 此种说法也有专家提出了不同意见 从他的这个后来的表现上看 如果他带着任务去的话 他不可能一辈子都不采取行动 我杀不了皇上 我杀肃王不行了 肃王那是当时是重臣 而且是在满清当中 是很有影响力的一个重臣 他杀他不行了 是吧 那是没有 而且反过来 他的一些重要的弟子 或在传弟子 是清廷的 忠实的这个 这个叫做 就是清粉 你看尹芙 是保着西太后 保着慈禧去逃难的 然后尹芙的大弟子马贵 也是董海川也指点过 那是清朝的死粉 都民国很多年了 还留着小辫子 说如果董海川 他要是有反清 有刺杀这种任务的话 至少他在选择徒弟的时候 你这种清朝的死粉 他要不收 或者即使收我也糊弄糊弄你 那不可能是他这些 这些有名的弟子当中 不是全这样 至少有那么一批是这样 所以这些事实和他这个故事 逻辑上冲突的 董海川离开家乡的四十年 是一段空白 也给后人留下了许多神秘的猜测 甚至连董海川的爵士武功 八卦掌源自何处 也是众说纷纭 这个悲人的大意啊 是说董海川在江南访友 保揽名山大川 走到江西的山里头以后啊 见着山顶上 有一个鹤发桐原的道士 冲他招手 等见面以后呢 就教他武功 若干年以后啊 这个道士跟他说 说你的功夫已经练成了 可以下山了 墓碑上还有后裕皇冠 授以武术的说法 如果皇冠是道士的别称 而不是人民 那么这位道士姓自名谁 所授武术与八卦掌 又有什么关系呢 这块碑文上的名文 没有透露给人们任何信息 董海川先生略历中 有这样的记载 山路盘旋 十里直上云霄 洞旁招木狭绕 故曰云盘洞 祖师号曰云盘道长 为汉代名人 居在此山 以千余载 据说 这个被世人传的神乎其神的道士 名叫碧城霞 董海川的大弟子尹福说 说董海川遇见碧城霞 是在江湾的乱山中 马贵等人则说 霞游江南九华山上 得欲先传 易随大惊 更有甚者 高文胜在他所著的 八卦柔身连环掌中说 说董海川 是孟志雪花山大佛寺 得达摩传授的 他如此故弄玄虚 就是为了让人们弄不清 到底他的师父是谁 当时呢 应该是他的唐兄 是从董廉正 hertz 给了他一笔钱 去南方了 据老人们说呢 他是去投靠太平天国去了 找红旧权去了 但是他的师父 这个炳成霞 又有一个法号叫 洪莲道长 为什么一个男性的一个道士叫红莲 这里我就联想到白莲教 因为在这个董海川 这个是他出道之前 曾经发生了 这是嘉庆元年到嘉庆九年 历时十年的一个叫川楚白莲教大起义 白莲教大起义最后失败了 失败了之后 一些个白莲教上层的有的被俘了 有的就逃亡了 我觉得董海川的这个师父 应该就是白莲教里边的一个 武艺比较高深的一个人 这个所谓红莲道长 他不敢叫白莲 叫红莲应该是与白莲教 这个白莲有关的 文安与武术之乡参周霹零 自古习虎成风 很早以前 开口中流行一种武术 叫四路翻拳 俗称翻子拳 四路翻拳跟八卦掌有所不同 八卦掌是转圈 而四路翻拳 则是转半圈 康歌武教授对董海川所传八卦掌 做出了合理的解释 首先 八卦掌 原教转掌 由董海川创立 其次 董海川摆道士习武 充分借鉴了转天尊的动作要领 在此 八卦掌的动作有雄献和文安当地武术 翻子拳的痕迹 翻子拳显示出八卦掌的雏形 你说董海川这个八卦掌是完全由他自己生编出来的 还是得到别人的传授之后 他又有所创编出来的 这个东西我认为是后一种的可能性更大 既有一定的传授 也有他后来结合自己武学经验的一种融入 最后出来这个八卦掌 但是八卦掌这个名字 董海川刚进来的时候好像还没有 这个至少是在 是在第二代 就是程天华隐福这一代时候 才开始有这个八卦掌这么一种说法 八卦掌由董海川草创于东南大山之中 这似乎成了武林界的共识 但是董海川攻城之后 极没有在江湖上一世伸手 也没有在反清复明的战场上大展雄威 而是将这一神功隐匿了起来 这又是为了什么呢 又是什么原因 让董海川销声匿迹了四十余年的 1853年 洪秀全称帝后 在南京定都 传说这一年 董海川一城下山 在苏州遇到苏州之府强强明明 董海川打抱不平 夜闯府衙杀了之府 为夺追杀而浪迹江湖 后来加入了农民起义军 在军中 洪秀全曾派董海川到北京 刺杀咸丰皇帝 董海川毅然答应 近身混入京师卧底 并受清廷内务府的朋友保取 来到王府充当太监 刺激刺杀咸丰 而董海川的八卦掌绝技 也完全是因为一次偶然机会 才被人发现的 董海川在肃王府 就是一开门的 据说肃王办喜事 结果当时董海川正送菜的时候 手里拖着盘子 一看那小孩从房上掉下来 他飞身就拖着盘子 飞身就起来 把这个小孩抓到手里边 结果人们没见过这种功夫 就汉地拔松一下预约这么高 而且这个手里边的菜 什么纹丝不动 所以人们发现 这个人怎么这老头 原来是是一个武功高手 关于这段传说 历史上并无任何资料可查 但有两点确实存在 一是董海川的确在肃王府当过差 二是视董海川确实为阎人 董海川对自己的这段经历 始终三尖其口 所以至今仍然是一个谜 而董海川所创的八卦掌 明显区别于过去其他权术 被一些舞台人士称之为平日所未闻未读者 因此一些怀疑八卦掌实用性的武技家 便纷纷前来与董海川较量 大枪刘德宽 刘德宽一杆长枪 在北京是没有对手 结果他也是找到董海川的门前 结果董海川就坐在这个小屋里边 刘德宽挺个大枪就在门口站着 结果他一说开始 刘德宽还没见着人呢 董海川跑到他背后去了 所以刘德宽当时把大枪一扔跪地败事 这个董海川的五十多个弟子 基本都是带着武术去找他 然后被他打败而成为他弟子的 关于董海川收徒的故事 在民间流传了很多 据全师郭振亚讲 他的师爷刘宝珍 也是代艺拜董海川为师的 刘宝珍呢 他的开门拳是戳脚 他在我们固安呢 在道台亚门当柴 因为戳脚好 有名气了 功夫相当吧 董海川在北京交弟子 他已经值了 值得固安离这很近 有一个人腿特别厉害 名气大 穿着耳朵去了 想看看 刘宝珍呢 是个四合院 跨院的墙啊 都是砖墙 有一人多高吧 董海川 他上墙很容易的 他那一扒就靠那儿了 轴上一跨 跨到墙头顶上 在那儿看着 看着这是刘宝珍 在一趟戳脚 打了将近三分之二的时候 董海川不由自主 嚷了一声 好 他自言自语的 说了一声 好 六八年代停静了 不练了 他说 为你抱权 是哪位高人 到此 请献身 董海川 他都是防土地去的 他那种收地去的 夜下一使劲 他起的锅去了 不落地了 这个刘宝珍 挺有礼貌的 攻守地问 是哪位高人 因为他不认得的 他问了一下 他说不用说了 谁没 我是谁没关系 你戳脚的功夫再好 你踢不到我 你打不到我 刘宝珍说我不服 我不信 我踢不着你 我还打不到你 这个我不信 脸儿 动起手来了 动起手了 据说刘宝珍那个戳脚 一腿哪一腿 都杠眼起 一腿哗哗哗哗哗 吐得起来了 特别快 但是累得够呛 刘宝珍一想 不对啊 这个这人 这个高人的高人 这太高了这个 斗我这功夫 能碰一个对手 很多坊子的来 都不行 都弄不过他 打不过他 都服他 这再会和碰进高人了 踢不着 打不着 我看他的影子 背影去了 黑瞎玩的 背影去都打不着他 倒上中风 他心里明白了 因为连我输的 有了功夫以后啊 他体会多了 也是他的经验 东西兽的经验也多了 所以说他失货 他认的是什么好东西 所以说爬头 拜师 学艺 也不说你练什么的 不说 那人都不知道是八卦 东外川很自然的把他收了 他在刘宝珍家 整征交了三年 在他家吃 在家住 交了刘宝珍三年 反正时间不长 都去世了 原来我都值得老人 跟我说的是 他是国民弟子 最后一个弟子 他把他这一生的东西 都传给刘宝珍了 在八卦掌所使用的兵器中 较为有特点的有两种 一种叫做乐 东海川最善于用的兵器 就是子武鸳鸯月 乐分子武一雄一子 是东海川创造的独家兵器 由于他短小 更容易随身携带 因此也是一种攻防兼备的武器 非常适合内功深厚的武术家使用 另一种叫做锐 而锐则完全是另一种样子 锐和乐不是一个东西 样式也不一样 咱们练的是锐 鸡爪锐 这个是我亲手做的 这个钩 可以爬树 可以爬墙 爬成墙 刀着 这钩 这个 这地儿往上一跺 这就 整个 和这儿 这是一条线子 它就可以跺到树上 然后就可以往上走 棒 棒 往上走 这是鱼刺 这是 这边是 这地儿过来是别的 是别的 这个地方是推抹的 到这儿来讲 这是磨的 这是带这儿的 这儿也是带 这是兜的 这翻过来 啪 这是拍的 这是回楼的 削 砍 都行 这地儿 这么来讲 也能兜 就这肘 一过来 一蹭 一刮 就完了 这个用处呢 很简单 但是呢 这个东西 它就是 属于 长不长 短不短 长不长 短不短 硬不硬 软不软 圆不圆 扁不扁 这东西 越近似这类的器材 就属于奇兵 不好的 它要的是身法 这是两面热吧 这是撒钩 这是撒尖 四尖 五尖 六尖 七尖 八尖 所以到处 不是钩 就是刺 就是热 它就是这么个东西 这东西还可以 这么大锁 在八卦掌中 除了权术以外 还包括了 八卦刀 八卦剑 八卦棍等武艺 八卦掌 在流传和发展过程中 广泛吸收了 道家的思想 和道家修炼的 某些形式 并将 以武正道 以武和道 视为最高境界 由此可见 八卦掌的精髓 是在采写 其他门派 权术精华的基础上 根据意境的意理 组合而成的 董海川的一生 不仅给后人 留下了许许多多的 传奇故事 最重要的是 他在中国武术 发展的道路上 落上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关于董海川的武功 当代武学大师 孙禄唐先生 在《权艺术真》 艺术中曾感叹到 权术之道 炼药和道 是将真意 化成 智虚智无之境 能道 智成之道者 此八卦掌 知董海川先师 行艺权中 知李洛能先生 太极权中 知杨禄禅 和武余湘 四人而已 一个人能够创立一个重要的武术门派 并在其生前广泛传播开来 这绝非一般人所能做到的 八卦掌的创立者 董海川先生 也正是因此被武林界奉为了一代宗师 清光绪八年 即一八八二年东 东海川以八十五岁高龄 端坐而逝 尹福等众门人携弟子 将其后葬于京城东直门外 红桥流防村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